马公昨天中午发生一起自小客车 致状路数车祸 本来单纯只是一件致状车祸 驾驶者未酒驾 却自称确诊者拒绝配合下车受检 送医 引发警方强烈怀疑 分局长当场贺令强制驾驶下车并进行搜索 在全程收正录影之下 于车内收出一袋Ketamine残余粉末 全案将移送地检署侦办 这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不知因何故致状路数 虽然路数并不粗壮 车头却严重凹陷 安全气囊也全数爆开 但开车的25岁黄心男子并无明显的伤势 意识也清楚 警方到场之后 对黄南做了酒册 酒册子为零 过程中请黄南下车 原来是让牧师有明显伤势 同时也是通报救护车来到现场 没想到黄南坚持不下车 一下子说自己确诊 一下子又说没有 以各种理由当成不下车的借口 警方当场利用系统查出了这名男子 有吸毒前科 坚持不下车的行为 马上让警方警觉可疑 立即报请主任检察官指挥 分局长当场延迟贺令 强制黄南下车受检 将黄南拉出车之后 随即在全程收证录影之下 进行全车搜索 最后在车内收出了一袋 可疑毒品的残余粉末 经过检验之后 证实是市级毒品 K他命 不用来拖掉 你不用我们 我已经叫了 他到时候来我卡 你不用我们警方 帮你叫救护车送医 不用 那你自己的 就算了 我们知道一定要给你送医院 如果我们没有来就算了 我们来一定要把你送医院 警方也表示 黄南坚持不下车 处理事故的远警 感觉黄南神社有益 于是通知侦察队来到现场 又在车内发现了电子棒秤 察觉有必要通报警方进行搜索 果然收出了K他命 全案将EA2用读后 驾驶等罪嫌 以送侦办 警察公司新生路 与总顺有顺接口附近 本分局交通分队区 或医疑报案指称 于该实地有自小客自重入宿 经查黄姓民众 驾驶自小客 在新生路 因不明原因 冲向对象车道 那警方到场初步检视 驾驶人身上并不明显伤事 为驾驶人拒绝到医院 检查治疗 那警方申请对其进行酒测 随后换酒车值为零 那驾驶人身入酒车的形势 那因申请恍物 检方于车上有发现电子放肾 立即通知侦察队到场 那并经请示 洪湖地界组检查办后 对其对该车进行搜索 检方于车内查破K版一组 经初步衰减 为凯他命疑性反应 本案将依规定 A2内将事故是公共危险 独驾 移送 同地界组争犯 这原来是一起单纯的治状车祸 没有造成他人的伤害 黄姓男子也没有酒驾 却因自己心里有鬼 让警方起疑 最后还是难逃警方法眼 记者 陈荣誉报导